是我的天啊 現在已經是夜深了 請將電視機音量濕小 這麼晚了 但我有那套喪屍片追紧,今晚大结局上架 看起来我睡不着 不过,这个世界没什么难倒我 这样就不怕吵到人了 大家好,我是艾域,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正式今天的专题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追踪我们的IG和赞订阅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都会在这些社交平台和大家分享 今天跟大家谈谈电视机的一些连接方案 现在电视机越来越薄 虽然很多品牌都会说自己用了很多心血 去开发和改善内置喇叭的表现 但到买了电视回家时 总是深入屋想试玩一下Surround的效果 例如Soundbar 但究竟如何连接电视才能玩到最尽? 除了Soundbar 之外 现在电视还能接驳其他音响器材 甚至耳机? 今次的专题让我和大家分享 首先谈Soundbar Soundbar 相信大家都会绝不陌生 而这类产品对比传统的AVM 我觉得最大的分别是HDMI端子数量 Soundbar 相对较少 而解决方法是 可以将电视的HDMI端子修为己用 所有的机底盒、游戏机、Player 全都上电视 然后再用电视机的ARC或EARC功能 将电视接收音效 回传到Soundbar 再作解码输出 但究竟ARC和EARC有何分别? 好,ARC是随着HDMI 2.1规格发布时 同步率先登场的功能 对比ARC ARC的频宽大幅提高很多 令它能将电视接收无损压缓的环绕声效 回传到Soundbar或抗音机 直接解码和输出 如果用Dolby Amos解释 传统ARC 都可以回传到Dolby Amos的音效 但限制要用串流平台常用的 Dolby Digital Plus有损压缩的格式 Dolby Amos 才可以回传到 但如果想将4K UHD BD 用Dolby Amos的音效 去回传到Soundbar或抗音机解码的话 因为这种音效 是用了Dolby 2HD这种无损压缩的规格 你一定要用EARC的功能 才能回传到 而发展至今 很多新推出的AVM和Soundbar 其实已支援到EARC的功能 当中亦包括了LG with Radian 的Soundbar 以这个品牌的Soundbar为例 之前我们试过的旗舰型号SN10Y 以至它的入门型号SN7CY 他们的HDMI输出端子 亦同时支援到ARC和EARC的功能 当中SN7CY虽然是3.0.2的规格 而输出的功率亦是160V 但胜在很多功能都可以与SN10Y看齐 例如有齐Dolby Ambulus、DTX的解码 可以直通传输到Dolby Vision 和HDR10这些高动态影像范围的讯号 这支Soundbar 亦内置了Miradian 加持了的standard聆听模式等等 在这支入门的Soundbar 都全部有齐 但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SN7Y未有Wi-Fi功能 所以要听歌 便要用USB手指或Hard Disk 但这支Soundbar 亦可最高对应播放到24192的FLAC 或Wave的音效档案 对比我之前试过的G10 Soundbar 以至SN10Y 我自己觉得SN7CY 胜在就是机身的低色 没有一个实体的无线超低音 但机背亦有两组的Passive Radiator 可以加强低音表现 亦令它的低频不会变得有气无力 用在书房或睡房 甚至在小型客厅 SN7CY便完美了 同时,以入门Soundbar SN7CY有一对向上发声的实体单元 亦令它在行WMOs或DTX音效时 会有更理想的高空音效 对比同级产品来说 SN7CY 绝对是在这方面突出的一款产品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谈完Soundbar后 其实在早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问 有没有办法把电视机的声音 用蓝牙耳机输出 这个问题多数是因为家里 可能有小朋友 又或者很晚才回家 想看电视 也不想吵到家人 很多时候会借助用蓝牙耳机 想听电视机的声音 在早年来说 最好的方法 我建议他们 买一个蓝牙镜讯件 用光纤、RCA 又或者3.5mm的输出 变成一个蓝牙讯号 再拨拨他们的蓝牙耳机 这个方法最容易出现 一些声画不同步的问题 但他们很多时候 为了要在深夜 又不开得很大声的时候 用来看电视剧或看电视剧 所以最后会接受这个接冲的方向 不过近年 可能听到很多消费者 有这方面的诉求 所以像LG电视般 近三代除了有ARC EARC等等的功能 可以让你拨拨声门或AVM之外 蓝牙的配置功能 亦成为电视机的标准配置 而刚刚提过LG with Meridian 的合作 他们除了有声门之外 近期亦涉足了 True Wireless的全无线耳机 推出了Toon 3 系列 而型号第一款在香港推出 叫做HBS FN7 而因为电视机有蓝牙输出 就像我们这段影片的开始 如果深夜要看电影看波 怕吵着家人甚至隔离轮射 电视加True Wireless 这个玩法就变得实用得多了 而对比其他True Wireless机 这一款True Wireless 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便携充电盒 同时配备了UV Nano 的紫外线杀菌功能 据厂科所说 可以杀灭细菌达至99% 令这耳机戴上耳朵时更安心 消毒纸巾也少用几张 而它与Meridian 的合作 甚至比Soundbar更进取 搭载了一个叫HSP的技术 就是Headphone Spatial Processing的技术 透过专属的App LG Tone 3 可以在Meridian 精心炮制的低音增强下 Invasive 高音增强和Letro 这四个音场模式中自由选择 令你想看电影时更震撼 又或者看音乐节目时更富音乐感 HBS FM7 都可以帮忙 这一款True Wireless 耳机 与现在同类的产品都一样 已经内置了ANC 的主动降噪功能 而它的矽胶耳塞 亦属于专利的螺旋形设计 据厂方所说 可以将压力更均匀地分布 令它适合不同耳型的人士 都可以带得非常舒适 同时亦可以大幅度 减低外来的噪音 在配合ANC之下 令这款入耳式耳机 有更好的降噪效果 放电视机时 可以更全程投入 在节目之中 其实现在电视机 除了可以接触Soundbar 甚至蓝牙耳机之外 都可以配接蓝牙喇叭 现在很多电视机 还会有3.5mm的输出 以至是光纤、甚至是RC的输出 都可以令你的接触上更加弹性 然后像LG 它亦支援Viser这种无线的喇叭连接技术 如果你找到支援Viser的喇叭 可以达至无线连接电视机 所以现在配接外置的音响产品 LG电视机可以说得上非常全面 今天这条 关于电视机外接音响装置的专题 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之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不知大家现在的电视机 究竟是用来自喇叭或是用Soundbar 或者像我这样 都会连接正规的AVM加喇叭的组合 去看电视节目 而现在的电视机 加入了蓝牙输出的功能 我觉得真的非常实用 像我这样,半夜起床看球 又或有时看电影到过了12点 用蓝牙耳机便可以解决了 令我不能吵人的问题 将心比几里也不想 旁边的家人可能在你睡觉时 开到电视机很大声令你难以入睡 顾己及人也是影音爱好者 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也很想知道 大家究竟在接电视机时 会用什么音响器材去做配搭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反映给我知道 令我可以在未来做电视机时 考虑可否测试这方面的功能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